你在海里游泳时 有东西掠过你的大腿 刺痛感袭来 于是你意识到自己被水母遮了 这些美丽的胶状生物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威力 水母很软 因为其身体里95%是水 并且其主要有一种叫做 中胶层的半透明的胶状物质构成 由于身体的胶状物质 由于身体如此柔韧 水母依靠含毒液的遮刺细胞 成为刺囊细胞 来保护自己和进行捕食 即便是橡皮大小的水母宝宝 也会遮人 水母幼虫呈蝶状 看起来像是海里舞动的小花 它们逐渐成长为散状 顶部呈中型 触须垂向边缘 最大型的水母物种 叫做失踪水母 其触须伸展长度超过100英尺 比蓝晶体肠还长 这些触须含有大多数遮刺细胞 而有些水母物种的腹部 也含有遮刺细胞 毒液通过刺丝囊喷射出来 刺丝囊是边状的空心管 在较高的渗透压下卷曲着 当机械或化学刺激物 激活外部触发器时 细胞的盖子弹开 海水涌入 这迫使微型倒钩于插状刺丝 射出并刺入目标 同时把毒液喷入目标 刺丝囊喷射可发生在不到一微秒的时间里 因而称得上是大自然最快的生物力学过程之一 即使水母死亡后 刺丝囊仍可继续喷射 因此务必移除粘在人体皮肤上的处须 用醋来冲洗通常会使附着的刺丝囊失效 海水也有助于移除残留的刺丝囊 但别用淡水 这是因为盐分平衡一旦打破 就会改变刺囊细胞外部的渗透压 刺发刺丝囊喷射 因此用尿液冲洗被遮部位这种常见的民间偏方 可能弊大于利 具体取决于尿液的成分 由水母造成的遮伤大都很痛 甚至可能致命 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核状水母也称为海黄蜂 释放出的毒液可导致心肌收缩 毒液剂量之大足以快速致命 虽然有抗毒血清 但毒液威力迅猛 所以你需要立即就医 水母触虚具有强大的威力 但水母并非所向披靡 它们的遮刺细胞 无法刺入厚皮肤的食肉动物的盔甲 例如棱皮龟和海洋太阳鱼 这两种食肉动物都能防止滑溜溜的水母逃脱 棱皮龟的口中和食道中向后凸的极刺 以及太阳鱼的脸颊背后向后弯的牙齿 即使小小的拖鞋龙虾幼体 都能附着在水母的中型身体上搭顺风车 吃着水母的胶 同时保存自身的能量用于生长 敏捷的小鱼把水母当作移动的宝胶来保护自己 在触虚之间横冲直撞 却不会碰到触虚 海阔鱼是由护身粘液覆盖的海参 实际上能够通过啃食刺囊细胞 偷走水母的防御能力 海阔鱼把这些细胞运输到专用的囊中 以被日后使用 作为对付敌人的武器 甚至人类将来也可能会从水母的遮人能力中获益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磁囊细胞 以获得药物 因为磁磁囊的大小不到普通注射器针头的3% 下次去海里游泳时 要务必小心 但也应该赞叹 大海的神奇 想要观看更多TED-Ed视频吗 点击订阅 你永远不知道你接下来会学到什么